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玲玲 根据报道 疫情保护条款届满失效之后 过去一年许多民众纷纷被俗称 白卡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提出 其中有数百万人是在失去白卡之后 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有资格取得福利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哈佛大学与纽约大学研究人员 日前共同发表于卫生事务期刊的研究报告指出 2022年白卡参加民众当中 大约每三人就有一人不知道自己有资格 换算起来大约有2600万人 研究人员指出 其中大约300万人以为自己属于无保一族 凯撒家庭基金会白卡及无保计划部副主任托尔伯特指出 许多民众原本可以有白卡能看医生 却误以为没有保险而为就医 他说民众不知道自己有白卡福利 由此结果并非好事 受疫情影响 2020年3月至2023年4月间 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技术的纾困经费 仅止各州将民众从白卡计划当中剔除 各州从去年开始重新确认白卡参加资格 有分析认为民众对于自己拥有白卡资格缺乏认知 对于全国无保民众比例估算造成影响 过去一年里累积2200万民众被各州政府从白卡计划里剔除 其中许多人失去白卡的原因是没有补齐文件 凯瑟家庭基金会今年4月调查显示 去年失去白卡的成年人当中 平均每4人就有一人迄今仍然没有保险 报道指出 美国民众疏忽自己有白卡福利 让联合健康保险3T等承包州政府白卡项目的保险业者因此获得利益 由于民众不知道自己有福利而未就医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利润变多 根据联邦医疗服务中心2022年3月的统计 全面有8800万民众有白卡资格 不过哈佛大学与纽约大学研究人员在报告中说 对照人口统计资料知道自己有白卡资格的民众只有6200万人 两者之间有2640万人的落差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